再順便講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寫法 我不要用這種 因為很多書裡面寫這種方法 有些書寫這種方法 那哪一種方法比較好 當然就看個人習慣 那我如果要把 剛剛的這種所謂的 物件的寫法 寫成什麼呢 寫成匿名物件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順便再講一下 因為剛剛我發現 有些同學好像比較 沒辦法跟上 所以我就剛剛又把 這個Megativity有沒有 這邊 把我的Source已經放上來 所以如果說 你打字比較慢的同學 你不妨就把它開起來 上面有個開起來對不對 然後這邊比如說Ctrl 這邊宣告有沒有 你就把它Ctrl-C Ctrl-V一下 Ctrl-C,Ctrl-V 至少你可以WALK 反正知道 體驗一下 至少你要知道說我在講什麼 不然的話 我發現有些同學還沒有跟上 所以OK 這裡的話有一個Source 記得就是 點開這個 這邊有個 你重整一下 Megativity 然後這邊就 記得建議是開起來 因為你這邊 這邊複製貼上 好像會產生很多空白 OK 你就把它開起來 再重貼一過 應該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順便講一下 就是所謂的 匿名物件的寫法 剛剛這個地方是所謂的建一個A的物件 也就是說 我實體化 然後再去 利用這個物件裡面有方 裡面的方法去達到我要的目的 可是 如果我不要用這個物件 我不建物件的話 我用匿名物件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在Java課程 不知道有沒有學過那個所謂匿名物件這個觀念 有聽過嗎 有聽過 舉手一下 匿名物件這個觀念 沒有 好 沒關係 其實匿名物件 也 不是挺複雜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如果我這幾行 我要把它 把它註解好了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這幾行都要註解 你看Ctrl加斜線 其實全部都變註解了 OK 這招還蠻好用的 有時候你要把它註解 因為註解 也許你資料 都還要用的話 你可以Ctrl加斜線 它卻全部幫你 變成註解 然後呢 底下如果你要變匿名物件 非常簡單 前面我們這邊是一個 Allen Dialog的 類別名稱 加一個物件 宣告成一個A 其實如果你要匿名物件的話 不用一個A的名稱 那怎麼做呢 你就直接new一個 什麼呢 Allen Dialog Builder 在後面的部分 打在這裡 也就是說 沒有名稱 你想說沒有名稱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後面怎麼去run這個東西呢 點下去 你會發現呢 你用new的敘述 前面沒有一個人 你點下去 你可以直接打set set title 你會發現set title 也會出現 那也就是說 你沒有宣告個A 它就有點像是 你直接去run 只要前面有個new的動作 那new的動作呢 你點了set title之後的話 它就 好像有個東西在那裡 那叫匿名物件 那你點set title 它也可以去run 那這邊的話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敘述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底下就可以了 特別是後面呢 差別是上面有分號結束 那底下不用分號結束 那就把這些有沒有 通通都 放在這裡好了 那差別是說 這邊這幾個有沒有 把它再 如果 取消那個 取消註解的話 就是在 再ctrl斜線 那這個 分號拿掉 分號拿掉 這個分號拿掉 那再把A拿掉 這種敘述 叫做什麼 叫做匿名物件的敘述 OK 那run起來的結果 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什麼時候用匿名物件呢 就是你只用一次 你就用匿名物件就好了 如果你用多次 那你就用 宣告一個物件 因為在這裡其實 用匿名物件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底下A這個物件 沒有在使用 你何必多次一舉 那兩者的話 什麼差別 我想各位 再稍微比較一下 那等一下 我們下一堂課再講說 如何去 在這個button上面 建一個事件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在Erun 那DLog上面 這個事件要怎麼樣建立 這個部分跟 在一般的元件上 類似 但是不太一樣